《风鸭头》隐藏了多少大咖,认出张明恩,却没认出张雪莹,变化太大。 《风鸭头》是一部曾经在央视播出的儿童情景喜剧,讲述了三位小朋友雪儿抱米花和堂堂之间发生的故事。 当时这部剧也是红极一时,热度不输家有儿女,在这部剧中还隐藏着一些当红明星不知道你发觉了吗? 段丽阳扮演的诗剧中的主角雪儿,她是一个非常讨大家喜欢的小女孩。 段丽阳还客串过《家有儿女》,后来她选择到海外留学,没有继续留在娱乐圈。 不过,段丽阳之后还出过一些歌曲,唱歌也非常好听的。 看到这张剧照,有没有感觉被圈上的人有些眼熟呢? 当时她在《风鸭头》第二季中扮演的是男主呢? 当时她扮演的是学校的风云人物,慕容。 张雪莹小的时候也非常好看,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?